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别人失败 尤其是别人失败的回忆生活 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观点啊 就是说登记了的结婚 这个丈夫和妻子就是一种职业 职业啊 对 那么就说 一种责任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应该自己考虑清楚 如果你没有准备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 如果你没有准备作为一个好丈夫 好父亲 那么我认为你不应该登记结婚 如果你没有准备做一个好妻子 你也没有必要去结婚 你知道 因为我现在觉得好些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啊 就是说财貌双全的啊 其中有那么一小部分呢 她就得罪了我 最近我的矛头呢 总是 很小部分 对 我觉得他们呢 就照马博士讲的对 他们是太贪了 你知道吗 贪什么 就是说我财貌双全 对 对吧 我又抱怨我找不到一个好的婚姻 我找不到一个 然后自己又风流 你知道吗 跟不同的男人就勾勾搭搭 利用自己的这个魅力 可是你要财女 你知道吗 你这个财女就像脸上的化妆品 跟我聊不了三句话 我就知道你也是个假货 半瓶的土 你怎么配个男的 我也不能这么说 就是说 我如果把你当成男的知识分子 对不起 你这个知识远远不够 对吗 那么你知道吗 所以有一次我就说出难听的话来 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婚姻呢 你没有美德 真的 就是说 这算男的 这就可能有些女的听了不高兴 换句话说 我就说男的是不是也一样 就是说你要选择 真要选择婚姻生活 在进入婚姻市 就是婚姻市场上面 女生不是靠财 去让自己身价变高 这样 听起来是这样 就我跟你那边搬 你找到了我说话的漏洞 对不是 就说我不是跟你这边谈说 我学富5G的这个东西 可以吸引你 而是说除了我的美貌之外 照理说我应该要有女人一些 不一定要传统了 但是一些该有的所谓的美德 例如说 你也会这样要求男人 对吗 好丈夫 好父亲 像李安一样 对吗 像马云九一样 基本上现在女生会要求男生 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女生 越来越少要求男生 有关德方面了 我们现在越来越要求男生是财 有这个财富的财 对 有这个财血的财 但是你很少要求男生有德了 所以以婚德来说 嘉辉当年就不该选择婚姻 你到底是在批评我 还是批评我 太太 我告诉你 是谁 这是我的主张 谁都不应该选择婚姻的 我曾经是讲过一句话 害我被很多网友说 要把我轰下台 我就说政府应该立法 阻止人家结婚 结婚的人要去坐牢的 对 因为弄出很多的 很多很不太道德的事情 因为我们总是 我经常讲 再讲一遍 就是说婚姻的坏的地方 不仅在于说 你要选择结婚 还是不结婚的时候发生 是从你从小看到你爸妈 都是一个对一个 那你就觉得说 我是可以占有一个人 我也是应该被别人占有的 就是这种概念出来的 那你成长了 整个心态就会扭曲 很多悲剧就这样出来 而且我研究这个婚姻制度 这么多年 就是我就觉得 我有一个感觉 你说这个世界 是不是给愚昧的人们 预备的 就是真的就像活在这个社会 我也是觉得就是 中国人讲就叫 唾面自干 就是你唾面退在我脸上 我让他自己干 就是说我要侮辱我自己 对吗 你比如说 我觉得婚姻这个 就是源自西方的 这一套婚姻契约制度 我觉得就是说 要不说就说 大部分人是不是愚昧的 你自甘愚昧 那么你可以按照他行礼如饴 如果你稍稍尊重一下 自己的智力 那么你就会觉得 他逼着你在侮辱你自己 你比如说 你说那个婚姻誓言 我也主持过婚礼 我听他们两个骗子 我说你这不是培养骗子吗 就啊 现在的婚姻誓言 你知道吗 改了2013年最新的婚姻誓言 就是牧师说 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吗 爱她 忠诚于她 无论贫困或者富有 健康或者疾病 直至死亡 即使你们因为买卖二手房 而暂时离婚 再和别人结婚 再和别人复婚 也不离不弃 忠贞不二 就像从来没有分开过 你愿意吗 现在大陆就有这样的事 对啊 太离谱了 这个国五条才还没 才细则才方向 国五条你得懂啊 他是新闻人的 董文涛先生 你也太少看我了 我以为你是 不要 以后干我 以后干我了解 真的吗 马不顺 我们聊一聊 你也太少 我是做新闻的 为什么不知道国五条 我怎么根本想起 你是做新闻 我老觉得你是个恨家的 你看得出我跟他的差别了 我多么尊重你 我所有对世界的了解 都是看你的节目 对啊 不是问题是国五条 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 所以我说你很新鲜 所以我不跟你迈弄吗 就怕让你难看 你看我们就平常 就让你觉得是恨家而已 我就 我为 我是能让我知道国五条 就是因为他们去离婚 你知道现在啊 就说中国人 他们说这个聪明 可以聪明到什么地步 我原来举过一个问题 他们是 最近咱们到咱们15周年了嘛 又想起当年讲黄段子的事情 但是我讲这个绝不是黄段子啊 是提醒青少年 你要有这种生活 你也可以要戴套 对吧 这是正面正能量 是吗 就是当年有过一个问题 四个人互相交叉组合 如果他们发生性关系 但是只有两个套套 只有两个安全套 怎么样能够做到 最后都能发生 然后谁跟谁都没有解除 你知道吗 我留给一个难题啊 大家去解答 这很巧妙的 我不是说这个 我说的是另一个 就是说这个为了这个房子 二手房交易 离婚 他们说最高的本领是要离到什么样 才最少交钱 是 两对夫妻 嗯 先分别离婚 嗯 然后再彼此跟对方的丈夫和妻子结婚 因为结了婚 转让房子就不交那个税了嘛 是 就你夫妻之间转让就没有那个税 所以再结婚 结婚之后再离婚 然后再分别跟原来的复婚 这样一个过程可以实现二手房最少的这个交易成本 你知道吗 那男人应该很爱这个国务条的细则 很好 像是换妻 对 像听着像换妻游戏 对 我觉得你就觉得不好 就是形成另外一种想象 有听真会气 我们着想 所以律师就警告不要随便离婚 为了这百分之二十的税划不来 因为很多往往离乐就不再回来 有有有 这真有这样 先把他骗了 对啊 所以 那可是文涛说 说的对 那个 那个结婚的时候 那个发誓的证词啊 需要改一改 而且 可是话说回来啦 就算不改的话 也是互相在骗嘛 对不对 什么我爱你到死啊 什么 让我想起作家木星啊 木星啊 对 他有一句名句嘛 他说这是一个骗子 骗骗子的连带 那我觉得用在婚 骗子骗骗子 我觉得就是那个婚姻的情况嘛 骗子骗骗子 对不对 我讲一句话来 我来骗你 可是其实你也要跟我讲 你也在骗我 其实木星那句话 还有后面那一段的 哇 想不通怎么用 他说这是骗子 骗骗子的连带 这个也是嫖客 嫖嫖客的连带 头一回广州话说对了 普通话说对了 什么意思 嫖客 说得清楚 我想了好久 想不通 什么意思 当然了 互相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那个 我们朋友当中 有一些帅哥 你知道吗 有一些很帅的哥 过去还整天跟我们吹 又把谁谁谁睡了 又把谁谁谁睡了 后来我们有一个老朋友 就有一天终于忍不住了 说你以为你玩人家呢 人家睡你呢 是吧 他一听就颓了 这嫖客 嫖嫖客嘛 对吧 现在很多女的 我认为真的 我就是发现啊 可以很花的 这我真是跟我年轻的时候 不一样 尤其是你们这种 一些财貌双全 我觉得你一直觉得 你的市场被威胁了 所以你最近非常的抵抗 你知道吗 你怎么越来越了解我 就觉得以前都是我称霸的时候 是我说了算 怎么现在变你们说了算 而且你还没有我两 这个三两下 就是说你还可以 就称霸这世界 现在很多时候就是 你知道搞得这个有点迷惘了 你知道你还觉得是 谁占谁便宜 你有点弄不清 你知道吗 你还以为 就是像嘉辉这样的这个男士 他还觉得好像 女人是不是爱我多一点 靠着我的魅力 而且我们来说 现在的小三 最好你不要负责任 他最怕你要跟他负责任 就大家就晚晚的 大家都不要负责任 是最好的 没错 千万不要被骗 所有小三开始都是这样说 不用负责任 放心 放心 我都知道不追究 一过了大概五个月左右吧 台词不一样 所以说 真正能够为了房子 离婚的这个中国夫妻 你不要把新闻当成国情 你知道吗 因为他一定是 你还是少数 当然了 当然是极少数 但是这个确实引起 我对这个婚姻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中国人 对这个契约婚姻 到底是尊重还是不尊重 因为契约婚姻 过去有个前提 是在神 对西方人来说 是在上帝面前 是不可为废的 我们是办个手续 不太一样吧 没有 那还是有法律 你其实不管对于人 还是对于我们的父母亲 长辈 整个社会 甚至只是对对方 我先不管什么签约的法律问题了 还是有那个 等于我答应了你一个事情 我觉得还是有压力 那个压力不比说 什么我在上帝面前取落 来得轻 一样 甚至可能更重要 因为坦白讲 你违反了那个发誓 那个我大给你的应许 上帝不会来管我 上帝不会真的来 在我面前挤着我妈 可是我答应了 我辜负了你 你的爸妈会来找我妈 那其实压力更大 旁人指责那还一回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 是你自己指责自己 就像马老师说的没错 因为上帝不肯 马上让你下第一件事 叫我妈老师 还不改口 死后才会是吧 但是你自己 是不是会谴责自己 我觉得这一关是最难的 我就说现在挑男生 不是挑那种 就是挑他这个开 光是超速拿个罚单 他都自己觉得 天哪我做错事那种 他的出轨几率就比较低 因为他只有 唯有男生自己管好自己 才会管好 别人管他妈管 他小三管小五管 都没有用 所以他自己要管好 所以很多婚姻恐惧症的男人 实际上是超级谨慎的人 就特别谨小慎微 特别负责任的人 我说什么 千千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回来说 保险就是阳光 是分担也是分享 是温暖也是希望 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 雪花唇生 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 全国启动 你刚才引用了一句木星的话 我也给你引用一个名人的话 咱们来这个看看 就是说 对中国人 这个有当年 严富说过这么一句话 就华风 中华 华风之壁 八字禁之 八个字就说完了 就是说 始于作为 忠于无耻 就是说 咱们比较喜欢 搞这个 利用规则吧 他们就说 真的 利用规则 你比如说 我不清楚 就是比如说 像咱们这个二套房 如果有什么政策 好比说 西方人 会不会这样去 就咱离婚结婚 离婚结婚 你包括过去 中国的那个贪官 有的现在已经在坐牢的 他就会真的这样 要潜逃到美国 他就可以让老婆 在美国跟一个人 假结婚 假结婚取得美国身份 离了婚之后 再跟他复婚 再把他弄到美国去 就好像中国人 对这个想办法 是一个本能一样的 所以我刚刚在想的是 就是如果你说 西方比较少 那是不是因为 他们的信仰比较 就影响他们很多 就宗教啊 这些就是 你如果有一个 你相信有这个 上帝的存在的话 所以你在圣经里面 你就会觉得 他已经帮你规范了很多 你道德上 需要规范的事情 再加上法律 所以呢 你就变得比较 不会去钻这些漏洞 那可是在中国 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就我们 你说佛教对于我们 好像没有在道德 就是没有这么明显的影响 佛教根本就不让你结婚 对 这个看起来是婚姻问题 其实不仅是婚姻问题 对 因为中国人 不仅对婚姻嘛 对所有事情 都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总有办法找到门路 总是那么聪明 那我们很简单可以说 因为制度不太明确嘛 制度每一次任何的制度 总有一些漏洞 可以给我们弄 可以这样说 那另外我个人是觉得说 怎么讲呢 是对所有的事情 是从小养成的 这是我经常举例说 从我们早上张开眼睛 呼吸那个空气 是脏得不得了的 对不对 出门开车 吃饭是怕地沟油 然后到晚上睡觉 这个那个 然后每一天几乎 十五个钟头 面对种种的事情 你觉得不太舒服的 不太合理的时候 你成长之后 你一定是长 你不会再信任任何的制度 而且你一定要自我保护 用简单来说虚无主义 一定是虚无的 其实这种 这种现实的基础 在于虚无 我不相信任何的权威 我不相信任何的真实 你不要骗我了 你一定是骗我 你知道像包括台湾人 或者说一些西方宗教人士 我认为他们是 自己是有一个牢笼的 他自己束缚着 一个社会的 应该是在道德 凌驾于法律之上吧 就是说你应该有法律管 但是最终是一个道德 或一个舆论 一个社会的这种共识 来就是绑住你 但是中国没有 中国没有 对 我们好自由 我的心是自由 他们讲啊 就不光是小时候 还有一个很多人 归罪于一个什么呢 一个成语 中国说是田济赛马 说这个成语把中华民族搞坏了 就是一直流传 你知道田济赛马吗 就当年齐王的这个大臣 这田济 他爱个整天跟人赛马 是 收了一个孙并 孙子兵法 孙并兵法 就是孙并 孙并给他出主意 说你跟人家赛马 是吧 我教你准赢 你下赌注一百万 一千斤 然后就说 马分成上中下三等 你用你的下等马 去跟他的上等马 是 第二场呢 你用你的上等马 跟他的中等马 第三场 你用你的中等马 跟他的下等马 三战两胜 你赢了 所以田济就把孙并 推荐给齐王 说这是 将才 相才 厉害 所以这个故事啊 他们就 你想想吧 有人说啊 实际上 这个赞美了什么呢 就是玩弄规则 因为实际上 孙并是犯规了 这个史记里边 写的不清楚 但是在民间传说里 是说有个条件的 就是说 上等马跟上等马比 中等马跟中等马比 那么他 你要这么说 他是违规 对吧 要按照我的观点呢 我觉得就是啊 太小了 这个力啊 太小 就是我就会觉得 就是中国人啊 表现出底线太低 你明白吗 就是说 像是用这种招 如果说是亡国灭种 如果说是兵以炸力 兵型轨道 打仗 你死我活 到这级别 我同意 这无所不用其极 可是赚个一百块钱的便宜 或者说玩一玩 你明白吗 他本能的 就要利用规则 这成了这个中国人的一种行为习惯 一碰见红绿灯 或者一碰见什么 一个政策 哪怕就是占一百块钱的便宜 你说你太 就是说太贱了 太你用这个招二 太贱了 你为了什么 你如果为了把又婷取回家 这也许可以 但是为了一个很小的事情 那就是有习惯了 就习惯 就习惯了 像文涛刚用了本能 那种本能不一定是先天的本能 我绝对不是说什么中华民族生出来就贱 我没有这个意思 就是说回到我刚刚说的 当你从小 从你小学 幼稚园上学 面对种种 甚至在幼稚园里面看到老师 不当然只有小部分 可能乱七八糟的事情 收红包这个那个 你成长了 这个一定是你本能的 你不会想那是一百块还是一百万 反正就这样做 我不这样做 我想象不到其他做的方法 反正我眼中根本没有红绿灯 没错 这是一种深的 本能就是看见红灯赶快走 看见绿灯绕着走 不是 我说反了 相见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重塑架控 探球静秘 豪华 医师新生 这就是新世代的天籁 东风日禅 丙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如极之水 汇软酒精 年份软浇 五井贡酒 又庭提出了一个总理的问题 这样我不知道 她是新闻节目主持人 所以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你提一提 这个问题很好 我觉得很重要 对对对 你给大家提 我说中国人这么聪明 那这样下去 我们到底是会变世界强国 但还是到最后 被大家鄙视到 变成一个很边缘的一个国家 因为你永远不照 大家的 可能是加起来 就是被鄙视的一个强国 不可能 因为你不照大家的这个法律走 我们定了契约 不照契约走 我们走另外一个 那这样永远大家都不知道 怎么跟你做事 那你可以说你很聪明 永远找一些新的方法 去占人家的便宜 但是如果失去信任以后 到底是让你更强 是让你会更强 还是会到最后 变成被大家所鄙视的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 文涛讲的对啊 那真的加起来 让大家很鄙视的强国 那最后是什么感觉呢 那就不会被尊重啊 可能人的感觉很复杂的 也许会被敬畏 强 那就现在你对那些 在中国就已经这样 你对那些有钱人 你不尊重他们 因为你觉得 这些钱都不是什么 好方法来的 但是你看到他 你还是你知道 对我也不敢说他 对他笑个 对 所以你知道 这不是很卑微 你知道为什么中国人 这些年非常喜欢 说一个词叫霸气 连形容一个明星也说 他有霸气 为什么要霸气呢 土匪流氓的地方 才讲霸气 中国过去这个礼崩乐坏之后 才称霸 在讲霸气 那个时候 在那之前讲的是王道 是王者之风 所以这个霸道跟王道 是很不一样 是啊 所以我记得一个老外 一个白人 美国 跟我讲过 这样形容 他说家晖 我们很怕中国人 包括我 包括家晖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比方说 你们很容易受伤害 有时候我们随便开个玩笑 你就觉得 你在歧视我们 不起我们知道 很敏感 他另外一方面 也很有钱 我说也是游戏规则文明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歧视度 我觉得这是怕不怕 可是又不能多